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宜 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夹晚的收市情况 美股上升主要受到企业业绩好过预期所带动 另外投资者乐观预期美国国会即将就 财政刺激方案达成协议都理好大市气氛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近400点 收市报27201点升373点升幅1.4%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3327点升21点升幅超过0.6% 纳斯特克指数再破顶首次突破11000点关口 高建11002点最终收市报10998点升57点升幅0.5% 道指成份古迪士尼出乎意料上季实现 经调整每股盈利市场原先估计会录得亏损 主题公园和媒体的网络收入跌幅也低于预期 刺激股价大升8.8% 是带动大市上升的主要动力 波音股价就升近6% 集团表示并没有发债集资的需要 另外能源股也跟随油价上升 再看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ADL个别发展 腾讯ADL教本港收市价升近0.1% 指核报561.51 汇控指核比本港收市跌0.38% 中移动跌0.63% 中联通升0.68% 中人秀升0.17% 中海游升0.98% 中石化升0.91% 中石游升1% 再看看欧洲股市的表现 欧洲主要股市高收 金属价格和油价上升 抗业股做好 数据显示欧元区7月的企业活动 恢复温和增长 6月的零售销售也反弹至2月的水平 都对大市带来支持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报6104点升68点 法兰克福德指数 收市报12660点升59点 法兰克福德指数 收市报4933点升43点 油价方面 油价升超过1% 升至3月初以来最高位 美国能源资料处的数据显示 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大幅减少740万桶 跌幅超出市场预期300万桶 另外美元持续偏远 都由利油价上升 纽约旗油每桶报42.19美元 升0.49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每桶报 45.17美元 升0.74美元 看今价 今价再创新高 主要是受到美元偏远 和美债收益率下跌的带动 另外 银价都触及了超过7年的高位 一度升超过4% 其后收窄升幅至近3% 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升超过5成 纽约期间汇安市报2049.3美元 升28.3美元 看美元汇价 美元持续弱势 美国7月私人市场新增 16.7万个 远低于市场预期150万个 另外市场风险偏好改善 都不利美元汇价 美元指数跌至超过2年的低位 低建92.563 其后报92.839 跌幅近0.6% 看最新美元汇价 港元7.7502 日元105.53 欧元1.1876 英镑1.3135 瑞士法郎0.9079 家元1.3258 澳元0.7208 柳元0.6653 美国各负债券 10年期债券报0.55 30年期债券报1.23 这段时间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5119 升16 各企指数最新报10285 升29 大市成交暂时有71亿 这段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 市价27.0203美元 以上资讯亦要尋问这件事提供 有限公司 不须扽yi 居留下 三千年 四千年